不成功指引你还不够了解人性 了解这四种人性让你看透人心 第一你越把一个人当人 他就越容易把你当狗 你越把他当狗 他反而越会过来跪舔你 那欺负人的步骤都一样 先测试你的脾气 再决定他的行动 当你的忍受是无底线时 他的欺凌则会变得无底线 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们不要带人太好 也不要带人太坏 那留好自己做人的底线 该翻脸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懂得翻脸 不然别人就会把我们当做病猫 第二对谁都不要期望过高 人没有绝对的好 只是坏的程度不同而已 一招马死钱财尽 亲者如同陌路人 有一种现象就是人走茶凉 有一种行为叫做落井下石 人们只会锦上添花 没有雪中送炭 所以好都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他对你好只能证明你还有有利可图 他不对你好 也只能证明你没有了价值 所以想让一个人永远对你好的办法 那就是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价值 做人不期待过高 你就不会痛苦过深 那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有的麻烦也都是自找的 放宽心境 不苛求 不要求 不奢求 我们才能活出自我 第三 越刚的人越容易受伤 锋芒伤人 但更容易伤到自己 鸡蛋碰石头 受伤的永远都是自己 那遇到刚的人 我们要学会柔 遇到柔的人呢 我们要学会刚 一味的柔啊 只会让自己变成落腐 一味的刚 只会让自己受伤害 我曾经因为看不惯别人对自己的欺凌 结果一棒子打下去 让我损失了五万块钱 那有时候你赢了气场 但却输了人民币啊 我们呢 做人就要学会刚柔并济 能忍则忍 能生则生 第四 有时赢的代价会比你输的代价更大 那于是我们都喜欢讲对错 论输赢 但凡是你都要讲一个高低对错的话 那结果输的可能性极大 那有时候啊 你赢了道理 但是呢 却输了感情 你赢了商机 但是却输了友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喜欢和经常赢钱的人打牌呢 还是喜欢和经常输钱的人打牌呢 你和哪个人感情会更好呢 你太有锋芒 别人就会避开你啊 人都喜欢和傻子去打交道 那因为这样才显得自己有智慧 做人最高的境界不是真傻 而是装傻 第五 永远要学会听比说多 特别当你在人身跌骨时 有一种幼稚叫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有一种臣服叫做话到嘴边留半句 当你不知道说与不说的时候 最好别说 那当你不知道做与不做的时候 最好先做 不暴露自己最好的方式 就是多听少说 人心险恶 在你还没有真正了解到对方前 你说的越多 有可能伤害的就越大 没亲眼没心术 对家人和朋友来说你是好人 而是对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来讲 那你就是傻逼 那成年人学会看透人性 才能看穿人心 你才算是真正的长大了 你觉得在这个人性现实的社会 我们要不要长一点心眼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